一群社群妈妈正随着芭蕾舞剧音乐翩翩起舞 但仔细看他们身上所穿的服装跟配件 全部都是由资源回收物所制作而成 这是今天即将代表屏东北上参加 全国环保之一宫群音会的 嘉东时光村温馨家园促进会的妈妈所组成 他们用环保剧来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 一起来爱护地球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班员的人 涵盖家政班就是我们嘉东乡農会的家政班的成员 还有地检署社会劳动能力 然后一起组队去参加这个比赛 那我们已经延续参加了五年 那五年都是参联屏东县的冠军 即将在10月26号去到云林晋级参加全国的比赛 演出所有的服饰配件 全部都是取材自资源回收物的废弃物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妈妈们所穿的芭蕾舞衣 都是从平常生活中的废弃垃圾里所亲手红制而成 为了争取全国赛的佳机 他们利用闲暇时加紧练习 展现出的荣誉心及士气让人佩服 这是不要用的CD片 还有这个是手提袋剩下的做起来 至于我们黑天鹅的头发 是用人家香蕉素绑下来的绳子不要的把它搓成丝 还有盖黏雾的那个黏雾网 黑色的黏雾网所做成的 要扮演白天鹅跟黑天鹅这个层面的一个 有一点戏剧性的一个表现 然后再来配合就是环保一体跟一个服装道具 做一个整体搭配的一个展现 我们要把屏东环保这一块能够尽善尽美的 把最好的一面就是在全国的竞赛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我们最想要得到的 很高兴很兴奋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加油 在全国又拿到前面的 不要说第一名前面的我们就很高兴 得到奖项就很高兴 代表屏東都很光荣 我觉得环保啦啦队这个比赛项目 它非常棒的是它可以带给民众 一种环保艺术的概念 那我觉得环保艺术的推广可以减少垃圾量 而且更强调的是可以回收的东西 跟不能回收的东西 一样都可以把垃圾变黄金的概念 5 6 7 8 国家门前有小河 乡亲别乱丢二色的 不妨工厂高污水 拣起人员都有责 透过环保竞赛 不仅可激发环保志愿工 关注在地环境与环保议题 也让更多人了解环境教育知识 期盼借由活动 让参赛者从自身做环保推广 到社区每个人的共同参与 将环保行动弱实于日常生活 共同为居住环境尽一份心力 屏东新闻 刘静荣 杨俊逸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杨俊逸采访